來 看到這兩話上官的政體 方面消息 馬英九總統的 現今十年的政見 早上是來 等出來很敏感的兩話 要簽合併協議這件事 嚴正議論 今天到立法院 去彼順的時候 再一次來強調 說簽這個合併協議 沒有這個時間表 還有一些配合的作息 不過民進黨立委是標題 來標示說他們反對告對 批評說這是臺灣的這個 內心的欺負 朱特曼給提出 已經十年的政見 其中一項是要和大陸 簽合併協議 曾經在中國對比順的時候 講到 必須要兩話有更多的共識 還有十九歲生意才能行動 而且沒有時間表 先看他前年裡頭四個確保 這是大前提 立法簽合併協議的議題 民進黨強烈反對 甚至這次 馬總統選前三個月 才突然說出來 有選舉的可憐 也配合併協議就是臺灣的不先客 甚至會改變臺灣的現狀 民進黨絕對不接受 整理委呈左選也分析 馬英修說合併協議 對北京來說 不管是公司還是公司 臺灣都真沒辦法 變成是臺灣的一個賣生器 只能彈出 出張臺灣的主權 只會訂出一個 臺灣的被統一的時間表 彈贏了 不會改變 我們獨立主權的現狀 我們沒有什麼加分 一旦彈出了 主權不見了 那我們就變成地方政府 領主席講到 馬英修的好平協議 過度討好北京政府 不過其實台六對美女的總統代算 早就已經強烈了 馬英修也得不合處 竟然沒有必要將臺灣的主權拿出來談判 記者的小辣漢林 台北報導